北方的冬天里,外面天寒地冻,连动物都不想出门 但是在蔬菜大棚里确实非常的暖和,温暖如春 甚至有时候在大棚里都要穿上夏天的衣裳 小马走进大棚就说 如果能生活在这温暖如春的蔬菜大棚里,那该多好呀 每天晒晒太阳种点蔬菜,还不用开暖气 种植户李发笑着说 看着大棚这么暖和,但是暖和的背后也隐藏着很多东西呀 种植蔬菜这么多年,看到大棚就心烦了 李发说,大棚温度高,对作物的生长确实很好 但是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让它非常的头疼 那就是剂麻 大棚温度上来以后,剂麻也就跟着上来了 而且随着长期的使用杀虫剂 虫害已经产生很强的抗药性 一般的农药基本没有用 现在蔬菜种植户提起剂麻的防治都是很头疼 防治不彻底是最麻烦的 剂麻喜欢隐藏在花里面或者是叶片的背面 加上咒服叶出的活动习惯 在农药防治的时候 可以在杀虫剂里添加有机硅柱剂 这样能让药液快速的扩散 提高农药的使用效果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可以使用蓝板来诱杀 因为蓝板颜色的波段 对剂麻具有一定的引诱性 使用蓝板可以避免剂麻出现抗药性 减少农药使用 也能提高蔬菜的品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